今天到城墙的东河阳门这边打八部金刚 这边有个文昌阁 大同古城改造的时候 重新复建在这里的 好 我们开始 这条路上人还挺多的 上次说过 我之前练过一段时间的八段锦 接触到八部金刚后呢 就没再练过八段锦了 那八段锦和八部金刚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我通过自己练过的真实体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是八段锦比八部金刚相对来说 要轻松很多 即使连做三遍国体版本的八段锦 也比九遍的八部金刚要轻松一些 八部金刚功有几步的动作 我练了很久 直到现在还有像第五步都做不到位 即使是能做到 扔下来也是非常耗力的 所以八段锦更适合绝大多数的人 而练八部金刚对身体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第二是八段锦更像是之前上学的课间操什么的 而八部金刚功它就是功夫 做操可以起到活动金格的作用 那功法就可以用来治病了 我练八段锦差不多一年多 身体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善 但我练八部金刚功两个多月下来改善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了这也是因人而异的 我说的只是我自己 第三个呢就是八段锦的版本太多了 而八部金刚功就只有一个版本 我刚开始练八段锦的时候啊就遇到这个空步 网上一搜 天哪 每个版本动作还都不一样 这到底要去学哪个版本呢 后来找到了国家体育局推广的那一套 也是绝大多数人在练的这一套 而八部金刚功只有张志顺道长清晨 没有出现任何的改编版 就这么一套 第四个区别是八段锦呢由国家来推广 所以它的知名度非常的高 而八部金刚功只是在民间推广 知名度相对来说非常的低 你看我在大同啊练了这么久 走了好几个功能 没有看到一个是练八部金刚功的 所以我在想如何向北方的朋友们 也推广一下金刚功呢 第五个区别就是 你练八段锦没有任何的这种排病反应啊 我之前练就是没有出现排病反应 但是我练八部金刚功的前一段时间 真的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不良反应啊 当时还是很害怕的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叫排病反应 我练的时候上火到什么程度 两个眼睛啊就是干涩 而且早上起来有眼屎 鼻子还有点那个不舒服 再说这个嘴巴啊口腔溃疡 嘴巴里起泡非常的严重啊 就是那个上火嗓子也疼 还出现了什么就是睡眠不太好 当时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并没有联想到 我这是练八部金刚功 引起来的 我当时还在想 这是吃了什么东西啦 还是最近发生了什么 其他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症状呢 停了几天我就开始又练 又练的时候又有一轮的上河 当时我就觉得这可能是和练功有关系的 为什么我不练的时候它不会上火 我一练它就会上火呢 在网上就搜索嘛 也在发布我的这个内容 那有很多前辈就告诉我说 这是一种练金刚功的一种排病反应 应该是属于正常反应 如果说你上火很严重的话 你要调整一下你练功的时间 因为我最初的时候练功一般都是选择早饭后了 都已经八九点了 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是容易上火 所以在前辈的指导下呢 我就把这个早饭跟练功时间就掉了个个儿 兼去练功 这个时候就是六点多嘛 六点多的样子 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个上火的症状就慢慢慢慢的就消下来了 那这样一看我就确定 那我之前的上火 这都属于一种就是我的这种内火向外排的 因为它这个金刚功啊 它就是一个补阳气的 它就用这个补起来的阳气 把我们的这种火就推出去了 所以它是一个好现象啊 有的人甚至说 那恭喜你有这种排病反应 说明你的身体还是挺适合用八部金刚功来调理的 后来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去学了嘛 慢慢慢慢的我的身体就有很多这种改善 今天我打卡八部金刚选择的地方呢 是大同古城墙的东侧一带 关于我打卡的地方呢 我之前都有详细的符文和视频介绍 大家可以点开主页去找那个视频合集 以及文章的合集 有对大同古城以及古城内所有古建筑景点的一些介绍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今天的八部金刚功打卡完成 今天来个豆面 小碗 小碗还这么大 素的鸭豆面 西红柿 鸡蛋 海带 香菇 再加一个油豆腐 这个面是八块钱 这个是一块五 一共九块五 这都是免费的 这个也好吃 我建议大家吃这个素的 素的真好吃 哇 太好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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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